吴景妍是最近热播电视剧《演习攻略》的超富嗨女主扮演者,小姐姐是1990年生,2010年就出道拍戏了,到现在已经是哥在演艺圈摸爬滚打了八年的成熟女演员。 吴景妍的长相是比较有特点的,现代装比起古装来更有时尚感,吴景妍现身机场拍摄的照片中,穿着牛仔短裙,两腿纠长而纤细,几乎大腿小腿一样细,她真的是太瘦了,一件简约的白色T恤,作为上身搭配,非常清爽干净,嘴唇红胶嫩嫩,十分惹人喜欢,吴景妍手拿一只粉红色的玩偶,显得俏皮可爱。 比起演喜功略剧中玩烈白骨的女主角,现实生活的她更多了一丝娇俏和温柔,背着双肩包,更像是背带一样,显得她简纶又大方,纯洁一抹笑容十分动人,小姐姐刚刚活起来,凭借自己精湛的演技和高颜值,获得广大观众的喜爱,希望她越来越好。 同样的演喜功略中担任主演的秦岚,是1981年7月17日,出生于辽宁省沈阳市的内地女演员,作为一个老媳妇的她。 演过的电视剧有很多,从怀主格的李迪之画,到又近一脸又貌的绿萍。 现在秦岚又演了演喜功略,中温柔娴淑的副才荣音,演技也是越来越好,秦岚在机场的照片被捕捉到,简直让人不敢相信。 这是快四十岁的人吗?秦岚穿着一件黑色脸帽卫衣,下身是一条白色的白褶短裙,裙子短到几乎露出大腿根,秦岚的腿又长又直,关键还很匀称,比起吴景岩一味的细腿更有线条。 一双黑白色的休闲鞋打造了青春时尚的感觉,秦岚的回眸一笑也是让人心碎,弯弯的眼眸透着温柔,一点黑色的棒球帽,让她大大的减零,看上去就是个二十多岁的少女。 秦岚在生活里,也是个温顺柔和的人,心里年龄自然也不会老,这个在阳光下行走的小仙女,看上去怎么会像一个快要四十岁的女人呢? 比起二十八岁的吴景岩,谁能想得到他们两相差了九岁。